《養生篇》 2022年押軸的12月 有養生篇 讓大家在不同角度可以養生 這集講什麼 講排毒 排毒養生 人體內有很多毒 究竟有多毒呢? 很多人都說毒 其實毒是一個定義 我們身體不想有的東西 不要的東西 來自兩個地方 一個是體內產生的 代謝廢物 譬如你吃完東西 有些不要的渣載部份 就要大小便 還有吸入身體的氧氣 用完血液的二氧化炭米排出來 CO2就是這個毒 大便小便就是我們不要的東西 還有汗也可以帶走一些不要的東西 我試過有些客人 他真的連續兩三天去不了小便 我們身體的尿的 尿素 濃度過高 好像腎病的病人一樣 你發現他們的臉都黑了 很深色的 但又有一堆毒素是環境給我們的 例如我們吸進去的廢氣 以前小時候沒有油原汽油 油原汽油是令我們的腦神經受傷的 所以現在的小孩應該比我們小時候更厲害 因為我們現在是無油原汽油 我們聞得太多的 在路邊都不停吸 還有就是原汽油事件 水喉是銅管 銅管之間的燒刊接駁位是用刊石 但以前的刊石 未有新規矩時 有63%是鉛 只有37%是石 這樣便可以死了 現在時代進步 現在不准用油原刊石 連工廠線路板的刊石都要無原刊石 還有我們農業的污染重金屬 有些米 如果河水污染得很厲害 那個格的含量是很高的 Cadmium 格、新 新即是山埃氧化新 還有水銀毒 水銀毒便有多的事 簡單的有深海大條魚 超過一斤 因為工業污染在海洋上 他吃了很多年 不同的東西 儲存了水銀 例如花膠、魚刺 水銀是特別豐富的 因為夠老 不是條魚的罪 是海洋污染 還有一種是我很多時 發覺我的癌症的Cadmium 可以叫他張開口 看牙齒有沒有水銀合金補過 在外國看自然醫學的地方 那些醫生看到牙齒 還有水銀合金 他第一時間叫你先清掉 要不然他不會做 因為這些水銀的合金 雖然他不是即時讀到你 但你每天吃東西都會咀咀咀咀 那些粉末逐點逐點掉出來 那就變成你一個慢性的中毒 這個有很多文章已經解釋過 在外國是很清晰的 所以這些也是重金屬 化學的毒素例如膠瓶食物 再食物膠盒、工業的保鮮紙 反而家裏的保鮮紙比較好 即是那些超市用的工業保鮮紙 包住箱的 那些保鮮紙很多時都有素化劑 而我們喝膠瓶、膠盒的食物 如果他不是用食品級的瓶 他也有素化劑 而那些膠的食物再去微波爐加熱 素化劑會釋放出來 那你又吃掉它 這些也是毒素的 那怎麼辦呢 那要排毒了 排毒又要說我們靠什麼來排毒 化工廠 我們腳肝 即是沒有傷肝是很重要的 但我們的肝每天處理很大量的毒素 以前說過 毒素進來後肝要先拆開它 然後再中和它 這個過程中肝是很牢碌的 每分鐘要過濾1.7公升的血液 然後將它變成可以在大便 通過膽汁去大便 通過我們的腎去小便 這樣走出來 但如果我們放太多毒下去 它受不了 它會飽和的 有一種人就是我 我經常見我自己的客人 就是那些不肯喝少一點的人 你的肝也這麼辛苦 你已經捱了這麼多東西 你還去喝酒 酒精其實是毒 酒精絕對不是食物 酒精我們的肝是需要去分解 才能變成冒毒 但如果你喝酒 一杯摺一杯 不斷逐一杯 那就慘了 變成方框 還有一些人不知道自己的毒素 積累了很多 就是發現我又濕疹 又牛皮癡 又周身肌肉痛 又經常頭痛 又無端端老毛 又情緒低落 其實很多時候是因為身體很多毒素 而自己排不到 就要說一下怎樣排排 這其實是肝 肝裏面有兩個步驟 步驟一步二 去分解和中和毒素 分解時需要很多營養 這些要吃下去 在食物裡得到 或者吃濕原文得到 包括我們要醃酸 維他命各種的維他命B A、C、礦物質亦需要 D3、E、NAC、LISA、Crosetine 這些營養補充品 為何我經常推薦食營養補充品呢 因為對身體的功能是很基本要用的 而你如果吃的東西不夠齊全 不夠均衡 你很多時候都會有點缺乏 那你的排毒就做不到 到這邊 Phase 2 要做的就是 有很多不同的漂亮的胺基酸 需要你在食物獲得 又有一些是NAC 這個很重要 還有一些有流的食物 例如十字花科的植物 西蘭花、椰菜花、椰菜 這些有流氓的食物 做完這兩個步驟 才能夠變成可以離開肝 去腸瘡瘡出來 去腎瘡變小便瘡出來 這個就是機制 當你明白了你要這些東西 你才能排毒 你就會謹慎吃你的食物 剛才說十字花之外 還有甚麼食物可以幫助呢 很多的 我經常提到一些朋友 吃芫荽 芫荽是可以吸重金屬 這個吃多一點絕對沒有壞 你發覺街市有很多泥 你真的要洗乾淨一點 但現在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另外一些帶有硫磺的食物 收法 都可以幫你清多些毒素 例如 雞蛋為何這麼臭 壞了的時候 因為出來的氣體是流化氫 雞蛋有很多硫 雞肉也有 魚肉也有 魚死了 吐吐是否很生臭 都是有這個原因 還有一些植物 譬如蒜頭 吃完蒜頭也是會臭的 又是有硫磺 還有一些洋蔥 這類都可以幫助 除了剛才十字花科之外 那年之後還要做甚麼 喝綠茶 吃咖喱 咖喱有薑黃 做到衣服上不脫的就是薑黃 綠茶有移茶素 也會幫助 然後還有一些豆類 例如黃豆 黃豆也有技巧 黃豆裏面有些金雀兒黃銅 是幫助我們身體排毒的 但如果你吃黃豆是煮得不夠久 黃豆蛋白又會影響我們的小腸 所以我建議煮至軟 或是炆豆泡 就避開豆漿或豆腐 如果煮久一點就沒問題 這樣就會好些 韭菜、露筍 這些都是好東西 含流量也很高 因為那個東西可以幫助我們重金屬 例如Kelation 鰐盒 黏住重金屬就不會脫掉 然後就會離開身體 這就是吃東西 還有一些跟吃東西有關的 還有禁食 即是不吃東西 禁食即是一六八嗎 有些不同 我會說禁食就是僻谷 簡直是喝水 只是喝東西 喝甚麼 可以成為薪製 幾天 以前古代的練習 都是幫助我們排毒 通常是兩天左右 或兩三天 以前肌緊三十 記得嗎 記得 我做的 你做的 我有份做的 肌緊三十是一個很好的排毒機會 有兩個原因 你幾十個小時不吃東西 身體的Otophagy 以前說過 細胞自洗 我們身體就把免疫系統都咀掉 不要的舊的細胞 老的細胞 還有一些垃圾的蛋白 這樣就複製造新的 這是第一個好 第二個就是 我們不吃東西那麼久 其實是一個排毒的過程 就是一個禁食 所以這個過程中 你可以喝蔬菜汁 果汁 喝抗物質的水 或抗泉水 你有這段時間 不要讓自己 暈 太累 身體就會消耗很多 多餘的脂肪 做能量 每個人都有些多餘脂肪 而且這是一個很好的排毒 兩三天 兩天三天 你會翌日做 這個可以上班就難些了 可以翌日做 還有禁食的時候 要問一問 可能問你醫生 家庭醫生 看看你身體是否適合 還有你的體質 是否真的可以做這件事 例如你有胃病 或者你胃狀有問題 那些人不可以 你不可以這樣捱我 自己自擺自圍 還有就是 就算禁食完 也不要馬上去吃自助餐 因為你根本不適應 禁食完 你就要慢慢吃流質食物 然後適應了才吃正常餐 禁食期間可以吃濕血紋 有些就算不禁食 都可以幫你排毒的濕血紋 包括我們經常說的 Natural Detox 有Glutathione 這是幫肝排毒解毒 維他命E 還有維他命C 幫你很多東西 多到數不升數 Liver Reset 幫肝清肝 還有multi mineral 這個礦物質是排毒期間 特別禁食時更加需要的東西 送兩個月位來 這些排毒應該可以禁月位 超重要 超重要 肝排毒 不用說了 我想你也會背了 就是太聰了 在腳面這裡 做肝排毒 另外腎要小便排走在這裡 這次我不是做腳本第一個 反而做這個好處就是腎瘀 在肚臍的高度 背部這兩度 因為這兩度除了補腎 令腎功能加強 真是腎的位置 令腎小球的血液循環加快 加上太重 就可以加快排毒 懂得排毒 健康又養生身體又健康 過去這個月 過去有整個 差不多我們都談了五集 關於在教授的角度 怎樣去養生 也有說了很多 我們以為是對的謬誤出來 謝謝教授 當然我們有空會和教授 大家又會說一些健康的事 今次有五集健康的 養生的訊息送給大家 多謝師教授 多謝你大哥 我們喜歡的 記得分享出去 訂閱健康蛋 加入我們的Apps 按我們的鐘仔 所有最新的和教授的健康資訊 就會馬上送到你面前 我們有機會再見 拜拜 拜拜 recognizable 优优地 答案 兩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